在今天这个致敬青春的日子里,就请先跟随我们镜头,到大学校园里去感受那蓬勃的朝气和力量。 创作于五四运动前夕的南开大学《小哥》,简短13句歌词,近百年来却让一代代学子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积极亲亲,乐意日新,智勇真纯,文志彬彬,肩负社会责任。 他们说,无论走到哪儿,听到校歌就像听到妈妈的呼唤,听到母亲的叮咛与嘱托。 在南开大学的新校区图书馆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同学们正在为即将举办的五月的鲜花合唱活动排练校歌。 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小哥》,对于每位南开学子都有着别样的感受。 我爱之病,百合之惊,唯唯我南开精神,积极亲亲,乐意日新,发黄我前涂影。 每当校歌响起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南开精神像一种基因,它在我的血脉当中绵绵流淌,生生不息。 我希望我能有这样的品格、素养、精神气质,无愧于一个南开人的称号,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能做到敬业、乐群。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鸡贫鸡弱,甲午战争战败,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 1894年,南开大学创始校长张伯玲从北洋水师毕业,目睹了一次次国耻屈辱。 他决心离开北洋水师,投身改变中国面貌的实际行动作。 三十岁的张伯玲选择了教育救国。 1904年,张伯玲和好友严修在清津开办了南开学堂,推行以教授英语、数理化等学科的新式教育。 南开的创立实际上正是在中国当年最危难的时候,一次就是在山东危害,当时是日本站着。 日本把日本旗降下来,升上咱们中国的龙旗,第二天把龙旗降下来,又升上了英国旗。 中国的国土就这么,实际上那时候就看出来,中国要想强盛,必须要有人才,人才一定要有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大学。 1917年5月13号,在东京的部分南开学生举行茶话会,欢迎当时赴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张伯玲校长和南开学校的运动员。 会上有学生提出,应该编辑一首让每一个南开人传唱的校歌。 张伯玲赞同,认为于聚会之时千人合唱,以其神会而铸就南开真精神。 1918年底,张伯玲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留学回国,便组织全校共同编创南开校歌。 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正式有了自己的校歌。 那么到了1919年的时候,这个南开校歌的歌词在魏云庄先生编定了南开的这个校歌的歌词。 首先第一例,他就讲南开诞生于渤海之宾,白河之金。 我们南开人有一句话,南开是海河水长大的,就说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孕育支持了南开大学的这个天津。 然后后来又经过南开这个音乐课的这个主任,这个孙润生,孙先生,他审定了这个曲谱。 学三句歌词内涵丰富,积极倾心,悦意欲心,志勇真纯,文质彬彬。 体现出教育学生要素质全面,为人正直,坚韧不华,表达了南开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有用之才的历史史面。 他在1929年的一个这个在法国的一个一个讲话里头,讲的比较的这个透彻。 他就说,面对当今的危局,培养认识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使其能冷静思考现状,解决当下问题,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未来中国做好准备。 这就是我值得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于是我走上了教育之路。 这组老照片拍摄于1934年的华北运动会,当时日军已占领东北,又步步紧逼华北。 民族威王的阴云日益笼罩,南开又成为了宣传救亡的主阵地。 正当日本代表在看台上趾高气扬的时候,南开师生用身躯和齐聚组成了勿忘国齿四个大字。 面对这一幕,恼羞成怒的日本代表中途退场。 三年后的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对南开大学进行了连续三天的炮击、纵火和飞机轰炸。 校园大部分建筑被毁。 在南开大学档案馆,我们找到了关于学校抗战期间的记载。 这是一张抗战期间,南开大学遭轰炸后,报给当时教育部门的财产损失表。 中文图书十万册,及西文图书四万五千册,或毁于一旦,或被日本侵略军掠走。 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按照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 这时候张不灵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讲,他敌人此次炸毁是南开的物质,但是南开精神将因此挫折而寓意奋力。 所以这是南开精神,是欲挫欲奋的一种精神。 1938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门组织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同迁徙至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随着战场局势恶化,长沙危急,三所大学又前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整个抗战期间,南开大学的授课教学一课未停。 校歌中的美哉大人志勇真纯,和校训中的允功允能,爱国爱群服务社会的精神价值追求,成为南开大学这一时期的历史写照。 当时这批中国的学校里头,公立的私立的教会的都算上,在我的了解范围里,把这个公如此鲜明的写在旗帜上,不敢说绝无仅有吧,也是这个非常罕见的。 高扬爱国主义集聚,发展教育贡献于社会。 南开校歌和校训中倡导的爱国爱家,德才兼备的人文精神,彰显着追求卓越的教育方针,承载着全面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激励着南开学子不断前行。 清神奋进,让你进步不停啊,让你生活有意义,你一没劲儿了,你一唱歌劲儿来了,因此我就把母校当做母亲,母亲的歌我当着来唱,我的句话不得传下去啊。 他问着宾宾,宾巴海之宾,海河之金,唯唯我难开精神。